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南韩国民女神孙奕珍 跟男神玄冰结婚之后 三个月就宣布怀孕了 那么昨天参加代言品牌终于见面 也是她怀孕中首度露脸 可以看到呢招配长发剪掉了 而且桌上还有鲜花点缀 巧妙遮住下半身 看不出来孕度有多大 不过她还不知道 她还没有说她怀有声音这件事情 而至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 让人家难过的消息 是这立伟于天的女儿于怨期 昨天的病情急准直下 那么于家人也是立刻取消 任何公开的行程急奔医院 那么看到女儿已经意识不清了 还希望呢爸爸就让她走吧 于天在镜头前崩溃痛哭 她的妈妈李亚萍也是一样 在镜头前气不成声 于天眼眶泛红 于带哽咽 因为她39岁女儿于怨起病情 突然急准直下 于天临时被医院通知 立刻取消行程赶往医院探视 但是女儿的意识已经不是很清楚 有点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 说到这里于天近乎崩溃大哭 难过到说不下去 她一直用笔子说 叫我让她走了 我怎么舍得 我怎么可能让她走 我怎么可以这么惨呢 而于天妻子李亚萍更是气不成声 谢谢大家 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手机好 随后弟弟于香圈也推掉原本的录影通告 直奔医院表情临重全程 不发抑郁 而于怨起的经纪人透露 最近她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上半身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状况确实不太乐观 不过于怨起抗癌八年经历七十次化疗 但是癌细胞仍然没放过她 复发甚至扩散 导致病情急转直下 引发圣积水 身上都还带着引流管 经纪人透露 见到于怨起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期间多次想前去探望 但是都被她拒绝 经纪人认为是不想让她看到不好的样子 只希望于怨起能尽快渡过难关 早日康复 记者综合报道 接着来掌握的是艺人艾成的这楼事件 很多人居然开始抨击王瞳 而他也被网友恶意的攻击 经纪公司为了保护他 先把他的粉丝专业给关闭了 对此他的演艺生好朋友黄轩 特别说话了 发文帮王瞳说话 贴出一张黑白照 写人说那些曾经大放厥词的名嘴 恶意攻击的酸民们 你们这些的话语跟文字 总有一天会变成最恶毒的诅咒 应验在自己的身上 很多网友也赞同他的说法 因为呢其实很多网友呢不满王瞳 但是这件事情 到底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直接关系吗 并没有 那么黄轩则反向说 他们是曾经一起工作 一起欢笑一起流泪的好朋友 所以请问一下网友有意见吗 这剧中也透露了自己的愤怒跟不舍 这是今天白天的最新消息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